俄罗斯消防员警察夜间全出动 因为又有俄罗斯的战机坠毁民宅 就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 真的一塌糊涂 利用假公投并吞的赫尔松当地 也出现撤离巴士的踪影 因为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就要再扩大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 一天急空美国 法国 英国多国防长告状 说乌克兰打算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脏弹 乌克兰驳斥使用核能脏弹的谣言 更反控俄罗斯才是这场战争 会使用核武的那一方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 和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也认为俄罗斯防长的谈话 只有错误两个字可以描述 更被认为是在替更大规模的攻击找借口 乌克兰南方城市尼古拉耶夫 10月23号晚间两次爆炸 又是俄罗斯打算以轰炸能源设施 瘫痪民生电力的尽量 根据乌克兰当局表示 超过百万户无电可用 但在分区限电的努力之后 缺电生活即将结束 而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不断电 德国提供的防空系统雷达车 即将到货 此外美国101空降师 时隔80年再度献送欧洲 若俄罗斯扩大冲突 美国准备好捍卫每一寸的北约领土 这新闻黄生凯周成文报道